為了推展華語文教育及中華文化 增進美加地區喬校教師 華語文及文化教學知能 那麼美東南區中文學校聯合會 與亞特蘭大喬教中心 聯合舉辦為期三天的美東南區 華文教師研習會 那麼教委會特別領派了 中國文化大學遠距教學發展中心 主任連育仁和紐西蘭北島佛光 中華學校的執行校長曾宜華 前來授課 吸引四十八位華文教師來參與 為期三天由美東南區中文學校聯合會 和亞特蘭大喬教中心聯合舉辦的 美東南區華文教師研習會 吸引了美東南區這週 超過十個中文學校 四十八名校長 及老師們參與 包括駐亞特蘭大辦事處 副處長段台權 喬務委員王翔淮 喬務中心主任傅錦麟 都出席研習會結業室 段台權副處長齊勉在座老師 能發揮所學 將中華文化傳承給海外學子 希望各位在學習完畢後 返回每個人的居住地 每個人的喬教 能夠發揮所 能夠讓我們後的喬教 很長一層樓 那我們就是說在地的學子 我們是第二代 第三代的海外學子 都能夠獲得很好的收益 對未來的文化傳承 或說語文的經濟會有幫助 喬教中心主任傅錦麟表示 喬教是喬委會的重點工作 希望老師們可以將學習的成果 分享給其他老師 更鼓勵喬校師生組團回台 參與中文演習或是文化課程 其實這個學習是對大家以後的教學 是很有幫助的 這也是我們喬委會每年派 在國內派兩位老師來這邊 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目前華語文教學的重要性 還有一些技巧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這些技巧 更精進大家以後在教學上的運用 今年喬委會領選 中國文化大學遠距教學發展中心 主任聯宇仁 與紐西蘭北島佛光中華學校 執行校長曾宜華 分別傳授數位科技與多媒體應用 及活動設計與教具製作 讓參與研習的老師們會議良多 這兩位老師都站在我們這個講台上 教我們 並不是因為他們過去 而是他們不斷地在學習 他們把他們學到最新最好的東西 帶到我們這裡 讓我們也開了眼睛 讓也啟發了我們去學習 不光是停留在過去的經驗上 而其實要激發我們要不斷地學習 只有我們不斷地學習 我們才能把我們自己的後代 我們讓孩子們教育好 宇慧老師踴躍發言 分享所學心得與建議 段台全副助長及副錦麟主任 頒發結業證書 七學老師們重寶店 繼續為華語文教育盡奮心力 臺灣宏觀電視林玉軒 美國亞特蘭大採訪報導 我們在詞 reminder 我們來到指令 穀劑所採訪 confessed 很難過 有沒有發言 我們來判斷地學習 我們來判斷地學習